各位朋友大家好 那我们前面还是一起 三称本师释迦世尊的圣号 念一下开经记 那大家请合掌 那就是跟着我一起念就好了 南无本师释迦摩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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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圣身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寿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我们现在就开始学习这个 正如老师他这个 这个无怨无悔的 这个节路的开始的第二奖 就是那个拜佛火出信人生 我们还是一样 我们先把整段的开始播放一遍 然后我们今天会特别研讨第三段 然后再把第三段播放一遍 那请播放 一个小女孩已经被医生判断 是没救了 一定得死 然后她妈妈找一个大师 那个大师就跟她说 想见我啊 磕完三千个头再来 然后这个女孩子从小 是小人麻痹还是什么 走路都成问题 然后都爬不动了 要见这个大师求命 还让我拜三千礼拜 然后她妈妈就跟她说 反正你也就是要死的了 你也不用在乎你的身体 你就拜吧 拜死也行还忏悔 然后这个女孩就开始拜 真把三千礼拜拜完了 拜完之后呢 她还没死 我想象那应该是 差不多就爬去了 爬到那个僧人面前 她就说 我要死了 我怎么办 那初见人就跟她说 要死就死呗 还能怎么办 她说总得给我一个办法呀 然后那个高僧说 如果一定要听我一个办法的话 那就回去继续拜 就是这一个要 然后她又回去了 回去了就开始拜拜拜 拜拜之后呢 好像身体慢慢好起来之后呢 她妈就给她规定一个 很可怕的课程 就是一百万个礼拜 她为了完成就每天磕 她是身体残疾嘛 她每天磕 磕到什么程度呢 她被妈妈逼到说 实在太痛苦了 我不想活了 她就喝毒药了 但是毒药一喝进去 一刹那天 她突然觉得说 我在干什么呀 还是活着好 所以就开始大喊说 妈妈我喝毒药了 她妈妈就及时赶到 那种药性还没发作 然后她妈妈救她的方式 就上去先扇两个嘴巴 然后再送医 但她还是被救起来 医生把那个药 用什么办法涂出来 可能是洗胃什么的 那个是挺痛苦的 出来之后呢 回到家 她妈说继续拜 所以她就继续拜 完成了她的一百万个偷 等到完成的那一天 突然她的人生开始改变了 她觉得没有什么她达不到的事情 虽然是身体残疾 但是她依然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从外表上看 她原来身体严重倾斜 后来几乎已经看不出来倾斜了 然后呢就开始上大学嘛 开始画画 后来她就成为一个很知名的画家 她原来身体严重倾斜 手是抖的是不能画的 她就是透过立佛 得到了新的一种人生 那好的 那我们把那个第三段的音档再播一下 出来之后呢 回到家 她妈说继续拜 所以她就继续拜 完成了她的一百万个偷 等到完成的那一天 突然她的人生开始改变了 她觉得没有什么她达不到的事情 虽然是身体残疾 但是她依然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 从外表上看 她原来身体严重倾斜 后来几乎已经看不出来倾斜了 然后呢就开始上大学嘛 开始画画 后来她就成为一个很知名的画家 她原来身体严重倾斜 手是抖的是不能画的 她就是透过立佛 得到了新的一种人生 好 那这是我们今天要一起学习的这个第三段 好 那在这一段的开示里面呢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 小女孩呢 是在她的母亲的帮助之下呢 她最后真的是完成了这个 一百万个礼拜 好 那就如同小女孩的母亲 她帮助了小女孩完成了一百万个礼拜 好 然后也透过这一百万个礼拜的忏悔呢 奇迹似的改变了小女孩的人生 这显示出一件什么事情呢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这个 善知识好 我们上次讲的善知识就是好老师的意思 还有善友 善良的善朋友的友 善友就是所谓的好同学 善知识跟善友呢 对我们的生命是决端重要的 也就是说好老师跟好同学呢 对我们的生命是决端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可以帮助我们完成我们 梦想不到的这个生命成就 那我觉得大家每个人事实上都可以 慢慢稍微回顾跟想一下 比如说 那我们现在在这个月光共学平台 然后开始这个推动大家一起 共同礼拜三十五佛灿之后呢 我听说前一阵子 那一起拜佛的同学的总数加起来 就超过了十万 好那这是加总的数字 那个别个别 每个人个别个别拜 慢慢也会有人 开始完成他的第一个十万大礼拜 来第二个第三个 好那我到今天 现在完成了这个 第七个十万大礼拜 那后来想一想说 这一路是怎么走过来的 其实也是因为 我的老师珍如老师 他当初这个叮咛我们 拜大礼拜忏悔这个事情 对修行人是很重要 那时候也是因为 我的老师的教导 跟他的鼓励的关系 就慢慢不知不觉的 也开始就养成了这样子 礼拜这个大礼拜 十万大礼拜的习惯 也的确会透过这个过程里面 很清楚地感受到 这个对自己的修行的帮助 生命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的确也产生了转变 这个都是很清晰的事情 好 那珍如老师说 等到完成的那一天 突然他的人生开始改变 好那他觉得没有什么 他达不到的事情 其实讲到这段时候 我们也可以稍微想一下 其实本来是一个 很平凡的母亲 跟一个很平凡的小孩 只是说这个 这个平凡的小孩 他是一个生病的小孩 那 平凡的母亲呢 平凡的生病小孩呢 可是他们因为对佛陀 悲自立的坚定的信仰 他们很认真的 皈依佛陀礼拜佛陀 所以反而不平凡的 扭转了命运 好 我想大家听这个故事 听到这里 应该有意识到这个事情吧 但是要稍微从这个事情里面 稍微观察一下 他对自己的启发是什么 所以我再说一遍 平凡的妈妈 平凡的生病小孩 因为对于佛陀 悲自立的坚定的信仰 不平凡的扭转了命运 那在《无怨无悔》 这本书的第296页 那我再说一次 那我是根据这个 第一版第三刷的这个页数 那你们可以根据我念的内容 也找到相应的位置 在《无怨无悔》 这本书的第296页 那真如老师他有特别指出 你不要给自己下一个定义 我大概这辈子完了 我现在看起来就这样了 这些都没必要 这个状态就是要对质 用什么对质 依福田利是要教授 所以在我们看起来 一个修行人的任何状态 都是有对质法可以对质的 那这一段话呢 其实我们在前面几次上课的时候 也有提过 那我因为觉得是特别重要 所以在这边又重新引出来 让大家再温习一下 换句话讲 在我们的生命历程 在我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你真正碰到一些很大的困难 很大的痛苦 不容易克服的时候呢 真如老师在这边 特别有一个提醒 你不要因为碰到这些困难跟痛苦呢 你就自己给自己下了一个定义 说我这辈子大概就完了 我现在看起来就这样 意思就是说没办法翻转 没办法改变 没办法跨过去这样的难关 真如老师说这些都没必要 而实际上真正要有的一个正确的认识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状态就是要对峙 这个你现在觉得难以克服的困难 或者是痛苦的状态呢 就代表说这个状态是需要对峙的 这个状态是需要对峙的 那我们拿什么方法来对峙呢 这就是不离道次第广论里面讲的 依福田力是要教授 要依靠福田的力量 这个就是我们对峙这种困难的状态的一个要理 好 那福田呢我们讲过呢 一般世间的田是出生各种这个稻子啊 米麦啊这种农作物 那师长啊三宝啊 这种福田呢 就是你种下种子你耕耘之后呢 你收获到的就是智慧跟福德的增长 智慧跟福德的资粮 那换句话讲就是说 我们有困难有痛苦没办法跨越的时候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缺乏福报 我们缺乏智慧 那个这个时候就好好的耕耘福田 好 很虔诚的供养礼敬 好 师长三宝 然后增长自己的福报跟智慧 那这个时候就有能力可以对峙这种困难的状态 所以菩提道智慧广论里面才会说 依福田力是要教授 好是很重要的教授 所以在这边我再强调一次重点 你真正修行碰到困难的时候 不是退 也不是就给自己下一个定义说自己从此就完了 好 曾如老师说这个状态就是要对峙 用什么方法对峙 依福田力是要教授 所以曾如老师后面就提醒说 在我们看起来呢 一个修行人的任何状态都是有对峙法可以对峙 对峙法可以对峙法可以对峙法可以对峙法